夜里十二点多了 每天晚上都磨叽到这个点儿才睡 早上起不来 白天没精神 晚上也没啥精神 整天脑袋袜子没清醒过 真是郁闷啊 如今已经32岁了 还是一事无成 白天上班 在公司修矿机 修了一天 灰尘 灰尘多了不行 今天中午吃的是铁锅炖 感觉这个饭不能天天吃一样 每天换着 换着来吃 光吃一样 都吃你啊 今天母亲 去公司拿电卡 说是这个电表有个问题 他这个电表 到时间到了 就是电费没了以后 正常应该是给他调查来 但是他不调查 还是一几个急事再走 说去拿电卡去 工检局 那个工检局申请 检查表 可能需要更换 今天一天过来真快 一张眼一天过去 哎呀 如今我这个生活 感觉已经陷入困境 是 钱了一对钱 这个带 花呗 金融卡 哎 都是钱呢 孩子一天天长大 哎 从刚生出来 那一定点 现在都已经 两周多 快三岁了 我这个性格 也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形成 障碍 就是见了人 心里不可 心里肯定有障碍 嗯 脑袋挂了里边整天 也不知道想点啥 这个脑袋顶着 老是感觉不得劲 整天 整天 反正感觉自己不清醒 没那么神清气爽 可能跟我这个缺乏运动 或者说这个肥胖也有关系吧 前景前一段 这一段 不是前一段 这一段体重 哎呀 自从 一直都 没怎么降过 都是180多 最高的时候上190 190多斤 现在是感觉 反应迟针 然后 精神状态不好 总是犯困 脑袋挂子 浑浑沸沸沸沸 乱了 不行 可能也不知道想点啥 人生在世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但总得学 在学校里边也是学 在学校里边学的是学校里边要学的东西 走出学校进入社会 要学的是社会上的东西 以前 生存 生活 技能 我从2015年 2005年 从2005年 从技校毕业 我还记得是无疑劳动机 那一天 去科技大厦找工作 这一干 如今已是2019年 一干就是十几年过去 这其中 这十几年中 感觉也没学着啥东西 公司里边人 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 现在就我们 五个人吧 也就 五六个吧 也就是 刚 有个小伙 那有个小伙 刚 走了一个 以前在 街鱼这干了 有了自己 还在干电脑 自己单干 有了去做别的生意 前一段同学聚会 我也没想去 说实在 现在我现在 哎 整天不知道想啥 现在就是 不想和人 交流 感觉是有点自闭症 脑袋瓜子里边整天也是乱了不行 嗯 生活已经陷入一 一片混了 结婚 一九两年多三年 那不是 三年 没有三年多啊 抱着呢 儿子都已经 两岁半多 快三岁了 嗯 也不知道该说些了 就 说到这儿吧 晚上啊 就要 说了 对啊 现在 大家